震撼的旗海在中河街道兩側飄洋 回歸將近一年 韓國瑜再度登上戰車掃街 正式宣告韓流強勢回歸 不只俠道兩側炯炯發光的眼神 搖起吶喊互喊著韓國瑜 車隊後頭數以百計的貪食神龍車隊 一路緊緊跟隨一樣的場景 一樣的人氣 一樣的熱情 這回一路從南台灣玩內移植北部 今天回到宿舍 我第一次站在宣傳之下 代表我們絕對不能忘記 他說靜香情趣 我是中華人 現在在高雄發展 所以說來到中河總是感覺到 人不親 頭也親 特別感覺到一家人的感覺 那今天呢 破了好幾個例子 第一 從中和我自己的家鄉 瘦德新村出發 第二 正式上了宣傳車 中和三站 集結點從瘦德新村 南市角到競選總部 一站一站 冷氣越走越旺 而韓國也透露 此次登車掃街 特別獻給自己的家鄉 極有可能成為2020大選唯一一次決勝 應該不太會掃街的 因為時間離選舉投票日也越來越近 到中和掃街意義不一樣 如同年前震撼高雄光景 如今紅潮北前崛起 重新掐起的寒流 飾演要在111席捲全台 接著黃明君 張宇軒大報導